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在花三年 三三天 天吻永醒 日再見 祈求彼岸 永濟下 我們今天舉辦這個論壇的 和平促進會秘書長 楊清禾秘書長 還有我們今天四位主講者 袁護法師 袁庭法師 袁城法師 袁生法師 還有在座的各位顯示董修 大家早 阿彌陀佛 非常榮幸 今天來主持這個論壇 本來他給我的公文是有五位 這個法師來論壇 我想應該是 我們這個尾心世界和平促進會非常用心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但是當剛才我上來的時候 結果殺了一葉 所以我們楊清禾秘書長說 袁庭法師 妳去報了就剛好 所以確實是 什麼事都是上天注定好好的 今天當然我們在裡面講的五官 這個很多在座的法師 四位法師 我們在早期我們五官都已經做了很多的詮釋 那我相信今天是一個總結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講到法界官 這個師父開示天人智慧 也防範以為然 那實際上呢 我用這個五官 由我在跟師父三十多年來的 弘法的過程中 我用我的立場 還有我的學習的這個過程 我的見解有一點不一樣 就像我們在在座的四位法師 都是跟師父最起碼都十多年 二十年 那在這個當中 我們在接觸的眾生當中 我們也是這個一個五官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會講這樣子呢 我們剛開始在座的顯示同修也一樣 那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法界官 我們講到這個天人智慧 防範以為然 很多學員來參加這個中門以後 感覺我們這個中門確實不錯耶 易經風水 我們可以上之天倫下之地理 很多東西 很覺得很不可思議 尤其我們在幫助我們眾生的當中 我們有一個很多的領悟 那在這個過程以後 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到了什麼 宗教觀 那宗教觀的當中 好像有什麼很 這個當中很多 覺得 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滿足的 那當然這個當中 我們就需要從什麼 修行中去精進 這個是我的另外一個見解 那當你在我們宗教 包括我們現在似乎最近 今年來鼓勵大家送金一千萬遍 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就是宗教觀 我們把我們法界觀 然後來進入了宗教觀 然後當我們宗教觀進入以後 就尊重生命 然後國際觀 為什麼叫國際觀 當然師傅講的是 這個資訊弘法 實際上我本身也常常 在世界各地在跑 有很多的緣分在大陸 那我在覺得說 當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已經可以把這個弘法立生出去了 那需要很多的資訊 那在這個包括 我們要怎麼樣去精進自己的 不是從前用這種像虛米的 然後隨便講一講的 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見證的 就要進入了一個比較更高層的 所以我們的中門師傅一直在鼓勵大家 包括我們學習易經跟風水 包括我們成立了易經大學 這個都是我相信都是走入國際化 資訊弘法的一種 這是我在弘法當中 那再來是人文觀 當然你要走入國際以後 你就開始減少了 我的書好像讀得太少了 我接觸的人 我的這個各方面都不過了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再精進 包括我們在座很多法師 我們都是一直在精進 從前包括在座的 現在我們很多的法師都是碩士博士 我們一定有法師博士 從前我相信 很多人會學到易經風水 就會想什麼 武術 沒有什麼 但是當我們進入了國際觀以後 我們到人文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我們的學運不過了 這個就是師傅為什麼要大家 包括我們在座這座法師 我們為什麼要去讀易經大學四訓班 這個也包括我在大陸各地去弘法當中 我手碰到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是要鼓勵各位 要精進 要精進 那再來呢 清淨觀 當然這個是要易經風水 那實際上師傅開始的 要世界和平 就像我們今天我們主辦單位 和平促進會 他們宗旨也是世界和平 那當然在這個當中 你要去這個易經風水的當中 清淨 實際上我會用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當我們今天我們就 在更深一層的 你已經對世界上 我們把這個華傳出去以後 世界和平 這個叫清淨觀 這個是因為剛好 我剛才看了一下 有一點感觸 所以借一點時間 今天就順便跟各位來分享 那非常榮譽心 今天來當這個主持人 又非常 好 這個可能師傅今天又剛好在國外 所以大家就比較輕鬆一點 尤其我們底下的四位法師 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我們 你曾經說 這兩位 所以 還是我們還是照 雖然 這個 沒有在的 鳥子還是要做 好 我們今天就非常高興 我們邀請我們第一位 原副法師 來發表他的論文 大家鼓掌歡迎一下 好主持人 我們法師 以及各位同修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那師傅要我們寫這個五關的整合 就是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那對於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們前面這個五個關呢 都已經 都已經有敘述了 那我這個整合呢 我就是把前面這個五關 他的一個結論 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整合 那我對於這個 我們這個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這個論文的架構呢 前面就是一個前沿 那第二段呢 我就是寫 行而上謂之道 行而下 則謂之氣 道氣之間呢 一以貫之 就是說 師傅 這個五關 那這五關 這關的裡面呢 他帶著 就是有一種意識 那這意識呢 我們要把 把這個 這種有形的東西 感覺是有形的東西 因為文字記載下去 感覺是有形的東西 那要把 但是它裡面是有帶有無形的東西 我用這個有形 有跟無 以及這個 這個空跟色 用這樣來對應 拿來連貫 我先把這些理論 先把它做個連貫 那接著呢 就講太極 我們都知道 五行呢 是從太極裡面流出來的 它是跟這個太極有關係 那麼我們既然是從太極可以流出到這個五行 那可以遍佈到所有的法界 所有的東西 那同樣的 我們從後面 同樣也可以追溯到前面 也就是成就我們的五關 成就我們的世界和平的這個主要的阻止 所以我從太極的有無與色空不二 那麼先去做個詮釋 接著我再用五行與唯心淨土之五關 我用五關的這個 它的這個特性呢 把它分類 把它分類 那第五個小節就是說 古至今用成就唯心淨土 達到世界和平 我們都知道 這個孔子呢 他在他的這個戲詞裡面呢 他對於說詹譜 其實他有很深的 包括說怎麼詹譜 那詹譜呢 能夠達到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他都有很詳細的這個記載 那這一個方面呢 基本講起來它就是一種 是一種道 那道呢 就是成就我們不管是道教 或者是說這個儒教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佛法也一樣 我們的佛法裡面呢 它也是講的東方有佛 西方有佛 北方有佛 南方有佛 那麼呢 這個中部 中間 一樣有佛 它裡面所形容的顏色 怎麼樣 基本上都跟這個太極五行都有關係 所以所有易經是所有萬經之母 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去考證我們的很多的這些 古聖先賢的這些著作 我們就可以了解 所以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易經把它弘揚 那麼我相信這個要達到世界和平 應該是就沒有問題 那麼我成就微心淨土的五觀裡面 針對師父所講的我們立教 天地立宗聖人立教 是名宗教 那麼師父講我們中門是以易經之本體 以錢為天 昆為地 以乾昆立教義 所以才叫做天地立宗聖人立教 那麼萬法歸一 這個萬法歸一呢 就是講的就是道 所以道就是一 道也是法 我們現在所有講的五觀 基本上都是一種法 那麼心是道的載體 萬法都在論心 所以心是核心 心是太極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經單 那麼對人來講呢 我們要得到這種增長死性呢 就只有在這個修心 養性 才可以達成 那麼我們這個天地呢 這個天地呢 它是超人物生存 這個桑莎之主宰 天地呢 如果要餵裡 我們就要餵 天地如果要餵裡 人好人就沒法 那麼十位是事物消長代謝之機 所以我們十位就是代表我們的時空 我們現在所在的時空 跟以前我們父母所在的時空 跟我們的祖父母所在的時空 它是不一樣 每個不一樣的時空呢 它有不同的東西會出現 那麼我們所 這個位呢 就代表空間 每個空間 就像說我們現在有這種資訊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那可以享受這種知識的這種樂趣 但是呢 在以前 基本上 我們最早的人類 他是需要用去刻制的 做成竹檢 有了紙的發明以後 那就有這個紙張又更方便了 那現在呢 我們是透過網路 就可以 資訊就可以傳遞 所以這個十位呢 是事物消長代謝之機 那麼有了這個天地以後呢 那麼人就從這個天地裡面出來 有天地以前呢 其實這個天道就已經存在了 它早在人 還沒有出生之前 這個道就已經存在了 所以 形而上的道 以及形而下的這個氣呢 道氣之間 它是可以一以貫之的 那麼我用這個道理呢 就是要來連貫 這個 易經的這個五官 以及世界和平 它是可以達成的 所以易貫之稱為易 那麼做易呢 以迷一切 這個就是說 這是 這個是我們這個 富聖 富聖也就是炎回 炎回他對這個易的這個講解 他說做易呢 以迷一切 凡是先天後天 以及人物呢 這全部都是歸在意裡面 那麼意呢 它是一 也是中 中就是核心的意思 那麼也就是它的最原始 也可以講就是我們的混原一氣 所以 意呢 從有可以說無 從無可以推有 所以有無都在意裡面 那我們這個道德經裡面呢 它有講到 三十福共一股 當其無有策之用 言之以為氣 當其無有氣之用 遭護用以為勢 當其無有勢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 它意思就是說 你一部車子呢 它裡面有很多的這個東西去組合 那麼這個 很多的這些東西呢 如果沒有那個軸心裡面的那個洞 沒有那個洞 那個孔的話呢 這部車子 這一部東西 還是一堆廢鐵 所以呢 是有 是以無為用 以無為用 那就像說 我們把這個水跟泥 和在一起 那就是變這個 變成這個泥巴 那泥巴呢 它可以做成很多的器具 包括說 我們的這個日用品 或者是說 那個我們要做這個池子 要怎麼樣 要來蓄水或怎麼樣 要來用 那麼這個呢 水跟這個你 或成的東西 那個是一個看得到的東西 它是一個實體 但是我們要用的部分 就是用它的空間 主要就是要它的空間 就像說 它把它燒成這個淘氣變成碗 那麼這個碗呢 我們要的是它裡面的空間 這個水庫呢 我們要的是它的空間 它可以容納東西 那包括我們住的房子也一樣 我們住的一個房子 我們需要那個實體來遮風避雨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開窗戶 那麼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門的話 這個空間你還是沒有辦法利用 因為有這個窗戶 那空氣能夠對流 人才可以有辦法居住 居住在裡面 所以呢 他說 有呢 有的利益是建立在無 建立在無 就是因為有這個無就是空 就是色空 這裡面就講到色空不二 它是要同時存在 我們才可以來利用的 那麼事物是由有與無 實與虛兩部分構成 其中的虛無部分 只有通過它的實的部分 才能有其用 就是說你要做一個窗戶 你也不能夠全部什麼都空空的沒有 你一定要把周圍的這個框框 整個架構都有了 那麼把它留這個空出來 它才有辦法當這個窗戶拿來用 所以色是空的借力的效果 借以產明宇宙萬物色空不二的道理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將這個五官呢 用五行 用五行來套 其實這個也同樣是有它的意思 我們看到五行的地方 它對人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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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官 有五臟 有五福 以及五體 以及五智 那麼就像說人在生氣的時候 那麼我們會講 這個體爆青筋啊 身體爆了這個 那個體爆青筋 那怒目相似 所以這個呢 就是說 那人在生氣的時候呢 它會傷我們的肝 它會傷我們的肝 所以這個 這個目的部分 怒跟筋 跟我們的肝膽 跟我們的眼睛 這個都有關係的 它講的這個就是一個屬性的意思 那麼木呢 它在我們方位裡面 它就講到它是東方 它在五季裡面是春天 在五氣裡面它屬風 那麼在五味裡面它是酸 五色裡面為青 那麼木的特性呢 它是向四方發展 所以它是一種疏散之氣 所以在自然界裡面呢 當我們感 就是肝 肝膽出了毛病以後呢 那麼呢 我們用跟這個屬性一樣的東西 同樣就可以來治病 就是說你的藥 或者就是說比較青澀的 那麼你的這個味道呢 它是微酸的 那麼它就可以來調理這個病 你如果弄錯了 它就沒有辦法 所以中醫的理論 它就是根據這樣的理論 那同樣在這個 這個相屬的這個屬性裡面呢 我就把這個木呢 我們在這個五場裡面 它是屬於人 因為木呢 它可以遮蔽 遮蔽陽光 可以讓人在裡面休息 那它呢 會結果時 讓人衝擊 止渴 那麼 那麼 所以它對人類呢 它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屬於人的部分 屬於人恥的部分 因為人呢 它是要向外擴展 你不可以局限於說 只輕於我們自己的中心 或者是怎麼樣 你應該要把這個大愛 要能夠擴展出去 這是木的屬性 所以呢 我將這個五官呢 把它歸類為是宗教官 因為它是慈悲為懷的 那麼 同樣的呢 火呢 這個就是人文官 這個字打錯了 它是人文官 火的話人文 那人文的話 就是我們的這種 提升我們的道德觀念 那我們的禮教 它是屬於人文的部分 那麼土呢 我將就是性 性的話 人無性不利 所有的人理意志呢 都要建築在性的上面 所以我將這個清淨觀 清淨觀呢 它就是屬於這個土的部分 那麼我們講 如果肚子 肚子吃不飽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講到說 你會多清淨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將這個清淨觀呢 就歸類在這個土裡面 因為土呢 它是左右往復兼雜五行之氣 那將這個經呢 經就是法界觀 那法界觀呢 就是天人智慧 天人智慧 它是向內凝聚團結之氣 那麼這個水呢 那麼這個水呢 就是國際觀 就像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這邊講話 那我們現在現場的畫面 透過這個視訊呢 其實它可以無緣伏接 那麼你水流出去的話呢 這個你就不要想說 它要怎麼回報你 所以水是有向下順流之氣 我把這個五行套在五觀裡面 那麼去詮釋 詮釋這個五觀 它最後是可以回歸到 成就這個世界和平 那麼因為這個觀的字意呢 它有那個意識的意識 所以五行分類表中 這個橫排所列的成為屬 同屬性的事物之間 存在著相應率 就是說它彼此 它是會相應的 不僅自然界之間 人體之間 自然界與人體之間 它都能夠相互來感應 息息相通 存在著這種內在的連結 那麼宗教觀呢 它是尊重生命 它是慈悲為懷 有目的屬性 那人文觀品德教育 有火的屬性 清淨觀的易經風水 能解決人們生活上的 疑難雜症的問題 所以它有土的屬性 法界觀的天人智慧 有防患於未然的智慧 那麼它呢 就是有金的屬性 國際觀的諮詢弘法 不求回報的付出 它是有水的屬性 那麼五行是由太極流出 所以我們返本歸原 透過五觀的修持 終將能成就唯心淨土 那麼我們唯心中呢 是一個結合如是到三教合一的新興宗教 那麼以道教的這種普世方法 傳授易經心法 讓學員知道自己的命運軌跡以及因果 透過占卜可以了解事情的原因 及如何防範未然 透過共同了解佛 這個佛教的六道輪迴 積德等觀念 傳授易經揚載風水 了解大宇宙自然的真理 那另外結合儒家所倡導的聖宗追援 祖先祭祀及佛教的超度拔劍科儀 共同成為本宗們對人心的教化與崇善的悔育 那麼易經是我們中華文化的共同文化之源 宗教的誓呢 實際上它是存在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易經、陰陽、五行、八卦為根源 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那麼學習易經呢 可以理解宇宙萬物的法則 透過用意進而掌握宇宙萬物運行的法則 萬法為心 所以心能連結普世、風水乃至契入宗教、體政、義道 那麼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博爾法門 而理念之道就在於義道的弘揚 所以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那麼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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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看為心世界 為心論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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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本禪師 今天的主持人 緣起法師 以及今天 一起在這邊 一同來 討論論論以及正道發表會的法師 以及各位同學 大家 謝謝大家 找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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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來講我們為心聖教的一些余典 我們從余典裡面發掘 我們為心聖教 跟佛教的禪宗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就會做一個佛教禪宗的簡介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些談論一下 維新聖教的特質 以及維新聖教的天命 再最後做個結論 那這邊的話是這一篇 我們今天要講的所有的參考資料 最主要是來自於維新聖教的安心真經 《鬼谷仙世天德經》 《易經正事》 跟周易的細詞裡面的說卦 那首先我個人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是畢業於這個台中玉中 然後1976年 也就是民國65年 畢業大學畢業 那69年 67年是胡碗兵役 那69年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畢業 那畢業以後呢 就一直到中科院服務 然後到民國80年呢 去讀博士 在84年博士學位 那在我們中文這邊的話 那我是講師 現在現在是法師 希望各位多指教 那我目前的工作呢 是任職在這個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續隆化成中心的主任 兼這個計畫總主持人 其實我在我們的 這個中山科學研究院裡面 我身兼了四個職務 所以這個事情很多 所以這邊的工作有時候呢 就照顧不到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 我們那個單位啊 是嚴格禁止 去兼職 所以我就不能夠 去兼其那樣的職務 那我的名字 很有趣 大概就是主持人 那我的專長啊 第一個就是有 系統整合 以及系統工程 還有類比跟數位 電子電路的設計 還有導演控制設計 事物系統的設計 搖車的研判 那最主要是易經 我們在這個中文裡面 來這邊學習易經 那我在66年通過高考 以及電力技師的執照 那我收過的獎勵 大概有這些 這個極光獎章 還有寶星獎章 以及雲威勳章 還當過極光楷模 大概這樣 我發表過論文 在電機領域 大概在我讀博士的時候 發表十三篇 那意見方面 在我們中文裡面 發表三篇 那第一篇是講這個 易經 這個自然的數學體系 那第二篇呢 是論述那個紫白折日 它的理論 那第三篇呢 是講玄虹大褐 跟洛蘇佩蘇的理論 這個論文在我們中文都有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尤其如果喜歡紫白折日的 可以去看一下 那裡面 把這個紫白折日的一些口訣 變成一個算術的推理 所以各位可以很容易 就可以學的 以下我們看看這個余典 那因為這個論文在這邊的話 要在二十分鐘裡面把它講完 是不可能 那我們大概是講多少算多少 這樣有機會 我們就繼續再說 第一個余典 我們是唯心聖教 那這個余典 我們知道說 余典從兩個地方出來 我認為跟這個地藏經裡面的 覺臨菩薩祭 這個地方比較契合 覺臨菩薩祭 他說心如公化師 魂不諸色彩 然後最後的四句是 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 我因觀法界性一切唯心罩 那我認為這個唯心罩 裡面這個唯心 跟我們這個中文最契合 它就是說 所有的法界 通通是由心來造出來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覺臨菩薩祭》 這個《覺臨菩薩祭》是很有意思 它是一個小故事 那這個唐朝的時候 有一個叫王明幹的 這個人後來去出家當和尚 出家以後 他也沒有很認真地修 就是待鐘吃飯 天天鐘生就吃飯 沒有很認真 平常也沒有什麼善行 有一天 那個小兵他就過世了 過世以後 過了三天 他突然悔悔的小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 他就開始非常精進 每天非常精進 而且開始忏悔 忏悔以前沒有好好努力 最後人家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地獄走一圈回來以後 變得這麼精進 他就說 他往生以後 有兩個人帶著他 去到了一個大鐵城 那個鐵城很大 進鐵城之前 有個菩薩 一個法相莊人的菩薩 拿著席帳在那面前 跟他說 我是地藏王菩薩 因為你以前在經兆 就是唐朝的國都 就是長安 以前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曾經為人畫地藏王的像 給人家膜拜 所以因為有此因緣 也有你這個功德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準備來救度你 他說等一下你進去那一邊 你又碰到元某法王的話 那元某法王如果問你什麼事情的話 你就據死回答 最後你跟他講說 你知道四句記 那我現在跟你講這四句記 你要記下來 他就跟他講說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活 應觀法皆性 一切為心照 然後進去以後 到元某法王那邊 那這元某法王就問他 你生平有沒有做什麼功德 他就說了 我生平其實沒有做什麼功德 也不是很有善心 也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知道四句記 他說哪四句你練來 他就練了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活 應觀法皆性 一切為心照 這個還沒有練完呢 地獄裡面 有一大半的人突然就得度了 這個就開悟了 所以元某法王一看 你這個修得這麼好 應該回到世間去弘法 所以就把他發回陽間 所以就醒過來了 醒過來以後他就找 四句出自哪個地方 後來就發覺這四句是出自 《華元經》的夜魔天宮品 後來他就說 因為這個緣故 他就把這個記 拿到地藏經的前面 所以各位 將來如果送地藏經的話 這個記可以好好的練一遍 心如宮畫師 昏布諸色彩 虛妄取義相大種無差別 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 一不離大種 好有色可得 心中無彩化 彩化中無心 然不離於心 有彩化可得 彼心橫不住 無量難失意 視線一切色 各個不相知 譬如宮畫師 不能知之心 而有心 而有心故化 諸法性如是 心如宮畫師 能化諸世間 五臟須重生 無法不照 如心佛以而 如火眾生然 應知佛以心 體性皆由盡 若人知心形 不照諸世間 四人則見我 了我真實性 心不住於身 身力不住心 而能做佛事 至在未成有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我 應官法 皆性一切為心照 這個典故 大概是由這邊來的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為心聖教 第一個揭示的 就是萬法為心 這個聖呢 是儒教他最高的位階 像孔子我們稱他為至聖 孟子稱他為亞聖 是儒教最高的位階 這個教呢 我們講 天地地中 聖人立教 或聖人社教 所以有宗教教育 教化 這些意義在 那由這邊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為心聖教 其實融合了儒 是 事實上後面還有道 諸法 諸教 合成 接下來禪姬山 禪呢 是佛教禪中的名詞 那禪是什麼 禪就是這個智慧的極致 人的智慧啊 最高的時候呢 就是禪 禪呢 就是知一切法 起敵一切法 山呢 是道家修真之處 我們講武術裡面 三一命補向那個山啊 另外一個意思呢 就是修煉 那麼人啊 修這個山 山旁邊加個人 就會成仙 所以啊 修這個山的最高的境界呢 就需要呢 需要能夠成仙 那禪姬山就是什麼 智慧修真之處 所以我們大家有緣到禪姬山來做什麼 就是要修智慧 修智慧 仙佛寺 這個仙呢 是道教 得道者 就我們剛剛講的 人啊 因為修山有成 而成仙 佛是佛教的抉擇 佛教裡面最高的果位 就是佛 仙呢 是佛教裡面生旅修道的場所 所以仙佛寺我們就知道 我們在那邊要做什麼 就是要修道 修道 修佛 地下室師父啊 這個佛念禪師啊 這個佛念呢 是義經或者道教的名詞 那義經說呢 義有太極 四生兩儀 兩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呢 重疊變成六四卦 六四卦也會怎麼樣 就變成混元 混元就是一切啊 因兩合成的萬事萬物 所以一兩合合成的 通通叫做混元 所以說呢 這個混元代表的就是 娑婆世界 那禪師呢 是佛教禪宗 開悟 而且為師的 所以禪師呢 他要知一切法 行一切法 能夠教導一切法 所以說我們師父呢 就是在娑婆世界中 你要修六波羅蜜 從持戒 布施 忍辱 精進禪定 一直呢 但獲得智慧 開悟 能知一切法 行一切法 教導一切法 為天人師 所以這個是很不簡單的一個國位 也就是我們大家 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由前面的一點我們知道呢 維新聖教跟活教的禪宗啊 其實是密不可分 所以底下呢 我們對禪宗呢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禪宗在印度啊 是由釋迦摩尼佛傳給大家社 加社傳給阿蘭 然後28傳 傳到菩提達摩 那麼這個傳的原因是這個 活在零三會上呢 撵花示眾 那這時候呢 大家社尊者啊 大家社尊者呢 微笑 他就微笑應心 那佛約 佛就說了 所以這幾句話呢 就是禪宗的最高的第一義 第一義 所以裡面的特別是什麼 它第一個是 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 其實它是一個不二法門 不二法門 那麼 在這個菩提達摩啊 他的師父呢 傳給他就是 波哲多羅 傳給菩提達摩的時候 他是這樣的誤一句話 就是未出生前我是誰 既出生後誰是我 那菩提達摩呢 就是一直誤這個 誤通了以後 哎 他就得到了 後來到中土來風華 到中土來以後呢 那個時候呢 大概是在梁武帝的時候 那麼 那麼 在這個中土以後 達摩呢 傳給慧可 慧可 達摩是中土的初族 慧可呢 是二族 生餐是三族 道姓是四族 紅人是五族 然後傳到慧能 傳到慧能 那麼 慧可呢 在 到這個 少林寺 那時候不叫少林寺 到松山 到那邊去求法的時候 那是有一段故事 當時呢 這個 菩提達摩呢 到中土來傳法 其實呢 傳得並不是很順 並不是很順 雖然當時 梁武帝提倡佛教 但是這個佛教跟禪宗 必定是有點差異 然後來呢 達摩呢 就到這個 松山 邵氏山 在那邊的面壁 面壁九年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叫做神光的 這個神光呢 他是一個大師 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武將 武將的生平 殺了很多人 他一直覺得 心不靜 心不安 手不靜 然後呢 他後來跟一個 這個大師呢 去學佛 學一陣子 這個大師跟他講說 我所有能夠交給你的 都交了 你心還是不安的話 那麼就有一個方法啦 你就到邵氏山啊 去請普利達摩呢 請達摩主師啊 幫你看看有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神光呢 就到了邵氏山 那到那邊以後啊 他就是 達摩在裡面 他就站在外面 他站了七天七夜 那說外面下著大雪 那個雪啊 積雪 迎溪 就是說雪都超過他的膝蓋了 他站在那邊呢 沒有動 這次達摩呢 出來了 就問他說 你這位神獎啊 你站到這裡是要搶啊 欸 這個神光就跟他講 我心不安啊 請大師呢 幫我安心 那達摩說 很簡單 心拿來我幫你安 當下呢 這個神光呢 大悟 就是心設是拿不出來的 心在哪個地方 然後呢 達摩呢 就跟這個神光呢 開示 說欲成正道啊 先去左旁 就你要成正道啊 要先把左道旁門去除 那可能這個達摩的花音 不是很正確 那個神光一聽呢 是毫不優於的 借刀拿出來 就把左邊的壁旁砍下來 砍下來 就流血很多了 那達摩呢 趕快把那袈裟脫下來 幫這個神光那止血 然後呢 就說你智慧可也 是明慧可 這是 我們的二族 就這樣產生了 所以呢 以後啊 這個禪宗啊 在這個 慧能的這個 壇經裡面 所講的呢 這個 壹波呢 講的就是這一件呢 達摩的袈裟 但是燃流呢 二子慧可的血 這一件袈裟 所以找不出第二件 也圍造也照不出來 天下就有一件 就以這個呢 當成衣波 那達摩呢 就把這個呢 傳給慧可 慧可傳給生燦 生燦傳給道信 道信傳給紅人 當初他們在傳的時候呢 其實是傳能茄經 傳能茄經四卷 那紅人的時候呢 那慧能大師啊 對金剛經特別有感露 所以以後呢 改傳金剛經 那禪宗的特性是什麼 第一個是 不二法門 不利文字 是教外別傳 不二法門 不是唯一法門 不二就是說 這個法門的名字 叫做不二 不二意思就是說 把二去除掉 二是什麼 二是對立 所以有對立的 你通通把它去除掉 通通不要 那麼這個法門呢 你就能夠精進 那不利文字 它也不依靠文字呢 來傳法 教外別傳就是說 它這個是不利文字 因為跟以前啊 正統傳教的方法 另外的一種 傳法的方式 所以叫做教外別傳 那六祖壇經裡面啊 很重要的 我們大家有三個祭 第一個呢 就是神秀 神秀呢 當時啊 因為這個五祖 出了一個考題 這個考題呢 就是大家 從這個本心至性 做一祭 如果你的祭 符合了 那麼他就把這個一波 傳給他 那神秀呢 那神秀呢 當時是做上司 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大的助理教授 所以他說這個 神秀菩提室 心如明鏡台 時此 親如是勿使者 成來 其實這個祭很重要 神秀菩提室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神秀現在像菩提室 因為我們達摩 這個 我們釋迦摩尼佛 他是在菩提室下正道 所以神秀菩提室 就是我們的肉體啊 要提供我們一個 能夠正道的環境 心如明鏡台 就是我們的心啊 要跟明鏡台一樣 我們心為什麼不像明鏡台 我們的心呢 其實像古代那個照片 以前那個照片的底片 今天照這個留在上面 明天照那個留在上面 心裡面越照越多 照了這個黑黑的一大堆 明鏡的特性就是 你去照了 你就顯現在上面 你離開了你就不見 但是呢明鏡上面 有一些灰塵 是永遠會連在上面的 所以你思思情如是 就是要把這些灰塵去掉 不要惹塵埃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是告訴我們 要經常的 還行 自我還行 這就是羞恥 那慧能就把它改成 普裏 本無數 明鏡 義威台 本來無憂 何處惹塵埃 這個是從 把前面的有形的 提升成一個灰 就是無形的 師父講了 法 釋法 它進入一個非法的境界 那灰法的下一個程度是什麼 是灰灰法 所以我們說是山 灰山 灰灰山 那無主這個呢 就是一個灰灰山的境界 那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完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那麼這三個季啊 各位在讀六祖壇經的時候呢 可以仔細地去品味一下 那麼我們講了禅宗的境界 第一個就是山 到灰山 到灰灰山 我們中文一樣 從釋法 灰法 到灰灰法 那這一邊呢 有一些 這個境界我們很難描述 難描述 那這邊呢 這個 天地一燒 就屬於這個 灰灰山的一個層次 那老人與海呢 是灰灰山的層次 那這裡桌子木小色蘭 跟宮本武藏 跟晚木藏人佐 晚木藏人佐 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 這一個他的這個境界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啊 我們就到這邊啊 告一個段落 那將來有機會 我們就繼續講 謝謝 謝謝